哈哈哈哈哈哈 阿姨我问一下 阿姨 有个芬姐开这儿 那呢 就这里 那你对的 就在前面是吧 芬姐 你好 您是芬姐不 这么年轻 您是芬姐 芬姐你属啥的 我属猴子 你真的是属猴的吗 对的呀 六十年代的了 六八 对 六八年代 你比我大了 几岁 但是看着你真年轻 哎 帮我捡捡呗 好嘞 你给钱了吗 芬姐 把刀炸 刚才说了一句 好 芬姐 按照您的常规捡就行 好嘞 不用太短 真是一个自由的节目 说钱都玩 就钱都玩 哎芬姐 你一直都在这村里啊 对 我已经来了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嗯 所以就是整个村 就是芬姐一家礼饭店 对 不礼饭我也出去打工 那这里的老人 要去别的村里 多少麻烦了 哦 芬姐 嗯 我觉得这事啊 问你是最靠谱的 你们这块有童谣什么的 是有童谣吗 对 童谣是啥意思呀 童谣就是哄小孩子 然后小孩一般听了这样 就会根根瞎乐 对 兜兜飞什么之类的 你看童谣就是 什么飞 兜兜飞 哦 兜兜飞你也知道啊 那我们东北有一些 但是它都很短 对 很短的 等一下我帮你们去找好了 找老人说好了 哦 有说的好的老人 是吧 有的 发型已经出来了啊 邵刚老师 我现在看到你 我想到一个词 像不像八把 不是 四个字的 精神小伙 行了 我带你们去那个 找老人去 好嘞好嘞 等等我把账付了 没事 我没有支付 我也是 叔叔没事 你可以手机拿多少块 好香啊 天哪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笋 那个花生 花生米 这么炖出来就可以吃吗 对啊 好香啊 一会儿捞一碗 呀 阿嫂能不行啊 怎么行这个啊 哦 就是新鲜的笋 所以要说靠山吃山 这块山里面主要就是 毛筑和笋 毛筑和笋 嗯 哎呀 你 你 你看看 嗯嗯嗯 下雨哦 你吧 哦 丢了你是不是 不一会儿子 对啊 啊 我可以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可以帮你帮你帮我 我可以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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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